下面开始上课 今天咱们要学习一下劫财 劫财首先跟打劫有关系 谁告诉我什么叫打劫 有人知道吗 这个围棋术语谁能解释一下 先看一下左下角 现在轮白棋下 白棋是不是肯定要提过来 这个在围棋里面 这就叫打劫 因为黑棋下一手 他想吃掉白棋 他是不能马上提回的 这在围棋规则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你被别人吃到一刻 你是不是马上想吃它 但是能吃吗 不能吃 你要能吃别人 别人是不是也能吃你 那咱俩就提呗 没了没了的提 谁都不服 不服输 谁也不让 是吧 你也不让我 我也不让你 我非要吃你 你也非要吃我 早点不停的提 这盘棋呢 就没法下了 对啊 最后你说 从早下到晚 两人提结 没有用 所以在围棋规则上规定 出现这种情况 就叫打劫 打劫怎么规定了 就是当白棋 刚开始是这样的图 当白棋提过来以后呢 黑棋必须得隔一手 才可以提回 不管你干什么 只要间隔过了一手 才可以 你不能立即提回 懂了吧 有好多种情况 比如说黑棋 现在随便扔一个走 白棋如果提了 说把黑棋杀了 如果白棋不走呢 白棋他也没事 他也无聊 他也走一个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隔了一手 黑棋就可以提回来 所以这就叫打劫 白棋杀上提回来呢 也得隔一手 才能提回 所以这是在围棋里面的一个规定 有人说 那老师 那为什么黑棋走这的时候 我要走这呢 我为什么不吃它呢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吃 你当然吃它 那黑棋走在这 他是不是就死光了 所以黑棋能走到这吗 不能 那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 打劫里面叫劫财 在这 什么叫劫财 又提个维系书语 马英干 也就是你叫这一手 别人必须得应 不然会损失目所 对 马英干说得非常好 绝对得加分 还有没有补充的 或者你自己的理解有吗 这马英干对劫财的理解 他说我走一手 必须得应 别人放在这 人家可以不赢 是吧 不理 周天车 嗯 没错 走一线手 我线手 既然叫线手 你是不是也得理 比如我冲一手 你是不是得 经常的 比如打吃你一下 你是不是得粘 这些都是线手 所以这也是一种 劫财的体现 也加一分 还有吗 李彦初 我的理解就是 可能下一个 下一步 鞋上人 必须得应 如果他不应 把那个 鞋修节的话 他会损失 他损失的比他获得的更大 嗯 李彦初这理解更透彻啊 非常好啊 李彦初说 哎 你们说什么 先手 或者必须得应 说那些都没用 李彦初的意思就是说 先得看价值 对不对 你只要价值 你走一步棋 他不理你的时候 他损失比你大 是吧 超出这个劫的价值 那都是劫财 是吗 我觉得李彦初的这个答案 特别的好 你不管叫先手 还是叫什么点音 你首先你看这个劫 是不是他有多大价值 然后才能以多大价格劫财来应对 假设 这个劫 他价值三十摩 假设 你普通 你打吃人一下 你就获得十摩期的便宜 那那边那个劫三十摩 他会理你吗 看见不理了 普通情况下的先手 但现在由于这个劫的价值 超过你劫财价值 你那叫不是劫财 然后这个劫 有三十摩 然后你走一步打吃 那步打吃 如果把他提了 他死了 有五十摩的损失 他敢不理你吗 不敢啊 他 你看数学里面 五十 我得了五十 对方得了三十 五十减三十 你获得多少便宜 二十 你超出他二十 他说必须得应付 所以这个肯定是劫财 所以李彦初的劫财 说得非常好 就是你选择了下法 只要超出这个劫的价值 那肯定他是劫财 如果你不够 三十摩 你找一十摩 找一五摩的 找一两摩 能理你吗 你跟脑痒痒痒 他根本不疼 他没什么损失 是吧 你打他 他肉也不疼 他也不受伤害 掉两根头发 他会理你吗 不理你 所以劫财 他分为等级的 咱们用武器 或者兵器来形容 比如说 一般的紧木器的 小劫财 是不是就跟子弹一样 你子弹越多 你劫财多 但是呢 他有时候 劫财 就差不多到十目左右 你是不是相当于手榴弹 你比子弹 威力要大了 然后再往上面 有炮弹 炮弹级别的 还有什么导弹级别的 然后最后原子弹 核弹级别的 这种 你想超过一百摩的劫财 是不是都属于原子弹 核弹级别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劫财分大小 就跟各种弹药一样 你要是用错了 劫财就不成 比如说这个劫 有一百摩的价值 你要找一百摩以上的 核弹级别的劫财 你找一颗子弹 太小了 人谁理你 但是那个劫财 是不是不能 随便的浪费 有的人他经常 走那些先手 比如先手冲啊 先手打吃啊 把那些 自己一块死骑 在里面乱走 然后最后被人提光了 本来那死骑 是不是都可以当劫财 打劫的时候 我就 我威胁你要做活 你不理我 就活了 所以他在杀你 每一步杀你 你都可以当一个劫财 有的人是想把死骑的变化 一走干净 走完之后发现没活 后悔了 等打劫的时候呢 没劫财了 所以浪费劫财 对不对 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 知道吗 浪费劫财呢 也不应该 看 左下角 这个节 现在出现了 打劫 现在黑起下 现在我给大家 咱们这个讲的劫财 大家知道劫财一分大小 现在我来 给大家三个劫财的选择 你注意看一下啊 左上角 黑起脚结走到这 扑 看见了吗 别说话啊 右上角 黑起脚结 扑 右下角 黑起脚结 扑 这叫扑扑扑 别说话啊 三个扑 你判断一下 这三个扑 你觉得哪个 最有可能是劫财 判断一下 先不要举手 大家我做一个统计 ABC嘛 三选一统计 然后统计的时候 你再举啊 你现在给你的任务 就是判断 动脑机 你想不要干别的 那边提结了 该黑起脚 黑起是不是想提 他不能提回 他找劫财 所以咱们就找 找到劫财越大 是不是越能提回来 你看走一个特别小的结 不理你 咱们 我记得以前 齐友经常说 找一部瞎劫 这个瞎劫 形容是什么 就找错结了 是吧 看错了 还有人说找结 找一部假结 这结材不是真的 是假结 咱们一定要找真结材 结材的选择 刘莫 你先说一下 你 我先不统计 你先说 你会选哪个结 ABC 我会选B B 好 再找一个人 刘莫说选B 我再找一位 看看 有没有不同意见呢 同位 选A 好 你选A 好了 那现在这样吧 我做一个统计吧 选A的人请举手 很多 把这放下 选B的人请举手 也有一些 选C的人请举手 也有 好 现在 对 也有 只能选一次 不能多选 你要三个全选了 你肯定避对了 你先说 好 你先等会 好 周天说 我觉得周天说 很有脑子 周天说 头发很短 但周天说 很有见识 他说 老师您这三个哪个都不是杰材 先不说这个 咱们先说这杰材选择 A好像是选的人最多 B呢 也有 C是最少 那这个 A不是杰材 三个 都扑 是不是都在扑吃对方 都有可能吃到对方东西 但是呢 哪个三个最大呢 咱们一一来判断一下 那我找人说一下 选A的人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选 不选C 你为什么选A呢 你要答对了 额外加一分 刘子香 因为我觉得选A 如果白棋不应的话 黑棋提那三个子的话 同时 那 那六万 那四个子 他也死了 刘子香说 那个如果白棋理 我杰材是不是选对了 我就可以提回 打这个杰 这就要找到一枚真正的杰材 如果对方不理 对方消洁 说把黑棋提光了 我就不提了 黑棋提到这三个子同时呢 还把这个角全部杀死 白棋的损失也很大 是吗 所以这是刘子香的选择 那刘子香 你坚持选A 那其他人选B的人 你能说一下理由吗 刚才有选B的是吧 这个理由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选A和C 你选B呢 刘墨你说你为什么选B呢 因为我觉得这一片棋本来是何棋 我如果都 提他不理 你提他他就死了 是吧 他没 我提他了的话 我提他了的话 他本来好几目的价值 我提了他了 跟我上见你 不是 他没 刘墨说 那个刘墨 人家看得很清楚 刘墨没说他死 刘墨说 你看 本来你好多目呢 一二三四五六目起 是吧 我提完以后 然后你如果不理 你把我那个提了 那我现在一提你 然后你现在咋吃 你只剩两目 刘墨说 我给你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让你的六目一下变成两目 你损失惨重 损失几目 损失了五目起 对 这减少了是不是四目起 黑棋是不是还提大过一颗白子 在这地方 这个劫财 找了一个五目的劫财 这五目的劫财 属于什么级别的劫财 对 子弹级别 最多是 机枪吧 机枪 对 最多机枪 还不够重机枪级别的 比那个手枪级别要强 但是你这个五目起的价值 肯定比不过这一大片吧 是吧 而且你肯定比不过 刚才那个刘子香那个劫财吧 刘子香那个劫财 把这个白旗全提光了 我问 咱们先不说这个 就先比这两个劫财 谁找的劫财价值大 李文博 对 刘子香 你回答正确 刘子香 李文博看上眼镜配的不错 李文博看得很清楚 说这个黑棋 吃掉这个大 吃这几目起小 是吧刘萌 好了 那现在 B的劫财是不是已经错了 因为B只吃掉了几目起 价值太小 那在C呢 刚才有人选C C谁说一下 你选C的理由 选C刚才谁选的 你 马云财 马云财 好 马云财 你说 你选C的理由是什么 马云财 还是很谦虚谨慎的告诉大家 刚才我仔细愿 算了一遍 发现找的是个假结 是吧 确实是假结 因为当你打车的时候 是吧 白心是吧 还是消解 黑棋的收获是这样 获得一个打二 环一 也是解决几目起的价值 是吧 跟那差不多吧 也是子弹级别的价值 这杀伤力怎么样 杀伤力不够 对死活没什么伤害 对对手的伤害太小 就破点皮 感觉白去破点皮 疼吗 不疼 所以马云财 说这结是假结 确实 做响 那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出了 解答了 正解应该是选 刚才选A的人 每人加一分 这个结才找对 但是停 如果这道题 选A的同学 我肯定要说你是对 你找这个结 对吗 但刚才还有一位同学 其实这位同学很了不起 周天彻说了一个问题 大家发现没有 周天彻说了什么问题 周天彻你再说一遍 周天彻看的更为透彻 他说什么 他说 哎 说这个 他觉得也不够不够紧是吧 因为他觉得这个结的价值更大 是吧 这个结才 比不过这个结的价值 那这个结 既然咱们说到这了 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咱们主要讲的任务 咱们主要是选择结才 但这个问题呢 挺难的 可能对于咱们这个水平同学呢 理解稍微难一点 既然说到这儿 我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听没没有 每个人注意听 你能听懂了 非常棒啊 你就很牛 如果你听不懂 课下 我带来给你解答 周天彻说的什么意思 周天彻说 说这个结非常大 说你这个角 杀掉这块旗 比它小 那到底多大多小 咱们不能过用眼睛描吧 咱们是得用实际的数字来解答 对不对 到底这是多少木 然后那个是多少木 刚才已经说这是五木旗 是吧 然后这个肯定不止五木 十几木 对 肯定十几木以上 上多少 仔细数 这个多少木 刚才是不是圆图 是不是最早是这样的 对吗 那现在多少木呢 有人能算出来吗 当白旗提掉 再提掉 好了 这是不是最终消结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 刚才白旗提掉一颗短 放在这 然后再提到这 咱们放在这 好了 这是刚才提到的子 那我请问大家一下 你觉得 停 不要说话 这个结的价值到底多少木 你算一下 别马上举手 秒举手的人基本上秒错 这个我都得仔细算一下 你们一秒钟就能看清吗 我提示大家 这个结不能只看 提掉黑旗多少木 而且还看到 黑旗消掉白旗 黑旗有多少木 它俩 消掉结果一加 才能夺出最终的正确答案 这跟官子的价值 计算是不是一样的 官子是不是得算两个变化度 还记着吗 所以我说这个有点难 不会的人也没关系 李文博 我觉得是28木 28木 李文博已经是先抛砖引玉了 18木 他俩误差超过了多少 差10木去了 这误差是不是有点大 16木 16木 还有吗 有什么差 11木 15木 这个咱们就从那10木往上吧 基本上10木到28木之间 是吧 好了 到底多少木呢 为大家算一下 刚才 从这个题子 在消结 有时候白旗连续打赢了 就提到黑旗找那个结 就黑旗假设 铺这个 白旗消结 黑旗消这个 看看这多少木呢 一个丝的 往这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是不是六个了 二四六 加上这个呢 七个 七个的 七个的是不是14木 一个的是两木 二七十四 再加上这是不是有一木 这是不是有一木 白旗总共成了多少木 对 十六木 这是白旗成的 成的木 说 待会还得加上什么 黑旗成的 好了 还原 白旗一般方面已经提掉了 成了十六木 那再看看黑旗呢 原始图 是不是原始图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个原始图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如果黑旗打赢了消结 是不是这样的 黑旗提了多少个走呢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吗 七 七个的多少 十四 这还有一木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六加十七 对 所以这个结的价值 等于多少 三十三木 所以这个结数非常大 你要找结材 你必须找多少木以上的才是结材举手 我看谁听懂 于莫渊 三十三木以上的 明白了吗 如果你要低于三十三木 你找一三十木以下的 三十都不是结材 果断人家把你消掉了 那刚才 那个周天彻说 说那个老师 那三个都不是结材 为什么 周天彻的那个小 咱们想看这个结 有多少木 我给大家快速数一下 好了 现在黑棋提掉的白棋 是不是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七颗 是不是都死了 十四 十五 十六 是不是有十六木 别急 这是黑棋提掉的 但是当你 刚才是 白棋消解 白棋有几木 四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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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一个是两颗 一二三四 四 四加十六 对 所以左上角 这个结材的价值是多少 这铺的价值是多少 二十木 如果消掉是二十颗 然后这个地方消掉是多少 三十三 那周天彻 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周天彻看着很准 说你那左上角 只有二十颗的价值 二十 这三十三 三十三比二十 肯定是 那个小 这个大 那为什么 我说选A还是对呢 谁知道 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三个节材的情况下 是不是 那你说 你选哪个 三个 对 你可能选A 咱们说了 虽然明知道这个节 假设你看得很准 你知道三三摩 但是只有这三个节材的情况下 这五摩明显不如那二十摩 咱们是不是 既然已经造成了节材 你要不找节材 你要走一步单关 是不是损失更难 对吗 因为你没有节材 人家提过来 你也没办法 你又不能耍赖皮 马上提回去 你只有找节材 而且要找什么 最大的 把损失是不是降到最小 假如这个节打完 是不是黑棋 如果刚才被白棋提掉 黑棋损了多少 三三减二十 对 黑棋被白棋杀光 然后白棋搅死了 那肯定是黑棋要亏了 因为黑棋吃的少 亏的十三摩 但你要走五摩的 你是不是亏的更多 你亏了多少 二十九摩 二十八摩 是吧 二十八九摩 而且这个 大家知道 这个节为什么 他还要找三十三摩以上呢 因为这个节提完后 是不是黑棋厚了 厚不厚 厚 他后世的威力 还有白棋 能变薄了 人家以后在攻击你 你还被欺负 所以这个节的价值 我觉得是三十三摩以上 肯定还不止三十三 所以这个后世的威力 对方变薄了 如果那个白棋和黑棋转换 那一方吃 那一方也变薄 所以这个节财 这个价值非常大 你要找必须 我觉得得找个四十摩以上呢 靠谱 是不是 你要找小的 你找三十五摩的人家都不理 因为提了还厚呢 所以这个节财的选择挺难的 刚才这个找节财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咱们看下面啊 下面这是第二道题 在讲第二道题之前呢 咱们先说一下 知道咱们国家 有打劫特别厉害的 谁知道 有一位高手 非常有名高手 在咱们国家 他有个外号 刘子肖 没错 刘子肖看上去是 有知识 有文化 这个刘子肖说的 罗启和 大家听说过吗 没有 对 罗启和九段 他咱们中国的世界观景 他有两个外号 一个外号呢 叫做小猪 对 因为他长得胖胖的 特别可爱 所以呢 以前他的朋友们都管他叫做小猪 比如长胖啊 或者他那些队友们 都管他叫小猪 还有一个外号 就是 刘子肖说的 他外号叫杰王 什么叫杰王 他特别能打结 特别会打结 对 没错 比如说这个局面 谁也不占优势 正胶着的状态 看不清 突然间呢 他造一个结 跟你打 哎 你就被他搞晕了 或者一转换 每次转换 他都能占你便宜 特别擅长 一打结来扭转 比如他局势不利了 要输了 他突然跟你搞个结 就把你打晕了 然后他就赢了 所以他特别 会打结 而且呢 他这职业起手 两位九段 是不是都很强 九段之间 也有打结的 这种差距 就是水平高低 罗启和他获得什么冠军 他获得了三星杯世界冠军 就是三星 就是韩国举办的那个 他是 在半冠军赛中 就是靠打结 战胜了韩国的毒蛇 崔泽汉九段 四大天王之一 然后他决赛又战胜了李长浩九段 获得了世界冠军 所以 对 罗启和九段非常厉害 因为我经常看他 你打结 逆转的啊 非常牛 所以大家对向他学习 在平时咱们下戏过程中呢 还有好多旗友 就业余的旗友 都听说过这句话 叫做低手怕打结 高手善打结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呢 马英干 也就是低手他不会打结 高手呢 他就是会打结 而且也是善于打结 对 马英干解释很清楚 低手他不会打结 所以他是不是害怕 因为他一打结 他就吃亏了 本来迎起 被对手高手一搞个结 哎呦 搞晕了 局面混乱 一混乱他就害怕了 高手呢 善打结 他善强 尤其在混乱之中 他就 一下找到一个什么突破口 他就把你击溃了 但是呢 高手他是怎么才能善打结 他是不是经过好多次打结磨练 比如说找结 结才判断结才大小 然后我根据这个局面怎么去选择啊 厚薄啊 死活转换啊 所以这个结 怎么选 然后结才怎么选 然后怎么成为高手 都是经过苦练才能得来的 如果你一次都不打 说罗启和一次都不打 突然间成为结王 可能吗 不可能 就因为他小的时候 训练的时候 特别喜欢研究打结 所以他成为了结王 啊 下面咱们看一下啊 左下角 现在 白棋 一棋结 该黑棋 找结了 关键这个结 它是这样 好 那个 有人说缓细结 请举小 你觉得 对 周天撤计算非常快 他说白棋 缓细结 因为黑棋可以不理 黑棋不理的话 白棋会走这个是吗 还是这个 这个是吗 别急 别急 都行 你打 扑的时候 我再急 是不是 也就是说白棋还得走一个 是不是缓细结 而且周天撤的还有人不同意见 刚才我听了人说不是缓细结 谁给他解释一下 周天撤是很有自信的 刚才他回答那个加一分啊 就你回答那个 我跟你讲了一分 那这个问题 他能不能加分呢 景云瑞 你说不缓是吗 那你说你怎么消解 景云瑞说我接上 我根本不用吃你 对 景云瑞告诉你 精准为术语 这个叫做巨煞 你同意吗 都看到没有 对 这个消解 还有人说双火 谁说的 谁说的双火 是双火吗 对 他白棋杀你 他不是扑这个 他扑这个 让你提到万五 是不是点死 所以这个结 白棋一沾 黑棋已经净死 消解可以拒杀 不是缓一气 也就是黑棋不能缓一气 黑棋必须找结台 不找结台被遭到白棋拒杀 聚在一起 聚成一个特殊的形状 刀半五 丁四一类的 那现在 给黑棋找结 我给大家三个结台的选择 仔细看 A 断 吃 B 断 C 断 断 断 那现在 三个 对 三连段 刚才是三连扑 现在是三连段 现在把手都放下 我要求你仔细的计算 这三个段 到底哪个是结材 待会儿作为一个选择题 三选一 仔细计算 对立集中 刘仁凯 看前面 好 时间短 经过刚才计算 我现在先来给大家 抛正语义 谁来说一下 你觉得应该选哪个 咱提示一下 我看看 周子鹤 选B 周子鹤说 断这个 靠谱 还有吗 再来一个 选C 靠谱 还有吗 那只剩A了 好 那现在 我做一个统计 ABC 选A的 请举手 请 毫不犹豫的举手 选B的 请举手 嗯 好 2467 好 选C的 请举手 嗯 选C的 好像是最多的 好 拉饭 还有个别人没选 个别人 他算不清 嗯 那到底选 A还是 B还是C呢 因为A没人选 那谁干我 你不选A的理由 你答对了 我跟你加一句 你为什么不选A当戒菜 刘天树 价值太小了 怎么价值小了 呃 如果现在 走警卫的巨杀 左下角 黑旗已经被杀光了 那 左上角 黑旗获得什么便宜呢 爬一下 然后 白旗 街上 哎 发现黑旗 杀不掉白鸟吧 吃掉了一颗白子 是不是获得几目旗的便宜 这是一个棺子是吧 棺子对一个大角 肯定是 这个价值小 这个杰材的 级别不够 也是属于子弹一类的 连手楼袋什么都不够 手雷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个杰呢 断吃A是错的 所以刚才没人选A 我还是很高兴 因为 这个大家已经发现了 这个A的价值小 那现在B和C要决胜 刚才是不是有一半左右的人选了C 一半人选B 那只能说这节课呢 今天才选择 还有一半人不理解 希望通过这个后面的讲解 大家能理解到底选A 选B还是C 那现在 说选B的人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要答对了 额外加一分 没人能说 选B的人 都是闭嘴了 那现在选C的人 谁能说一下 选C的人 这么多人要张嘴说 没有D啊 别瞎说 选C的人请去说 我看啊 余默 你为什么选C 这时候打结 如果你要理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提结了 那结财 我就找对了 如果 现在你不理 你是不是消结 你杀死了我的脚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干嘛 我不是提 也不是走别的 我一爬是吧 爬就是吗 对 缩小眼卫 刚才那个 林柏妍说一爬 那白旗挡住 这个脚能活吗 不能 对 这个脚是不是 已经被杀了 活得了 都不用点 放手也就 没有点 都受到的活得了 对 已经死掉了 做不活了 你虎一点 一挡 所以这个爬 是不是能杀死白脚 收获巨大吧 跟那个脚比 这块是不是也不小 差不多 那问题是这个 这个C是不是 确定是解采了 确定 那现在再提个问题 B为什么不是解采 先来解答一下 他为什么不是呢 比如 因为我觉得B 能杀死脚吗 不能 白旗 你反哪 不 白旗要脱先了 杀脚 黑旗呢 能杀死他吗 黑旗不能杀死 我觉得要杀 可以成一个结 不能 不是结 不是结 你先坐下 我再找人 同伟 现在能杀掉 这个脚吗 能杀吗 现在白旗消结 黑旗是不是 找这个结采 白旗消结 那黑旗能杀吗 你不用过来 你过来也摆不着 不是 我说找这个结材 结材 咱们说 比这三个结材的选择 先不管那个 这个 他说 找这个本身结 这是不是也是本身结 你先回去 咱们就说 这三个结材 咱们这一刻 要选择结材呢 就是 选大的 是不是要和他相当的 柳子香 你觉得这个结材是吗 这个不是 为什么不是结材 小姐以后杀呢 白旗走哪 白旗 这个 这个 这个你不是被人KO了吗 这个 这个 先收黑旗的气 让他是不是回首 然后你再清楚的作业 这是不是跟刚才那差不多 对 千万别走错了 你这一激动 做这个 那黑旗就给你打死了 所以正解就是 白旗做佛 黑旗的收获是吃掉两个 那吃一个 这吃两个 这吃一大堆 肯定是哪个最大 所以正解是 C 刚才选C的每人加一份 那通过咱们今天讲解 对打结和结材的选择 谁有心得吗 对 你有什么体会吗 有什么感觉吗 这个怎样选择结材 怎样 好 下一位 那个 余孟渊 你先说 我的体会是 找结材 一定要找价值一样 或者比那个结材价值高的 对 这样靠谷是吧 余孟渊说 有情提示 大家在打结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结材价值的大小 如果你这个结材要想靠谱 你是不是选 超过这个结的价值的结材 超过一点 因为对手的损失一大 他难受 这跟做生意似的 你只要敢消结 我这边把你消掉 这个结材便宜了 假如说我这块比你多五目级 我是不是赚你五目 你难受 我比你多十目 是不是赚你十目 所以这样的话 就要选择 适当的结材 价值 对 比他大的 还有吗 周天彻 要算清楚 要算清楚 你这句话 说的 你说 放在什么地方都算对 但是结材 你先 等会 周天彻 你说 我刚说 我就是觉得 当你要打结的时候 你就先不要看他表面是什么 你要在主期的算 不要以为 他就是一个缓细节 然后你就先不管去拖签 然后结果对他一句大美术 周天彻说 一定要算清楚 不要误走成缓细节 误算 这个误算应该避免 还有在打结过程中 有好多技巧 比如说刚才说 那个要找结材大一点 但结材大一点 小一点呢 咱们以什么为根据呢 你先得算清楚 他这个结到底有多大价值 知道吗 如果知道这个结 你才能比呢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结有多大价值 说你怎么找结材 你以为他是十目 其实他是三十多目 对不对 还有呢 打结过程中 找结材 千万不要找损结 损结是什么 自己亏的 比如说 像随便找这个结 可能就是损结 知道吗 那个 这是本身结 刚才那个同伟说 但你被人提掉 你亏没亏 亏了 亏了 不是 不是 你本来是不是 如果那个结打赢了 是不是次都是先手 是不是先手 这样的话 你这个则还是活的 还对外面有好处 你看扑的 已经被人提了 是不是损结 所以先不要打损结 到最后没办法 就实在是 又得要非得要活气的时候 就差这一个结 我就能提过来 对方没戒材了 我确认了 我才能找这个损结 别掉的时候 你先损了 然后那块棋又死了 那你说 就白亏了 你又没救活那块棋 你先找损结 还有呢 就是结材大小 一定要找适当的 另外呢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罗启和 他是结王呢 他并不是说 罗启和只会选这个C 他只会选最大的 不是这样的 罗启和他们高手 除了结材选的准 而且他会造结材 懂什么叫造结吗 没有结 我可以造啊 制造啊 什么情况可以制造结材呢 刘莫你说 如果有一个地方 我已经死了一大片了 然后呢 然后 在里面捣乱 然后呢 那死了之后 那他如果有弱点的话 就可以在那叫吃 嗯 好 李莫说 在对方的空里面 如果他吃你的鞋 或者围成大模样的时候 你进去捣乱 是不是可以造出结材来 抓他毛病 对 像罗启和他们这种高手 他们特别感觉 特别敏锐 计算特别精准 他会制造好多结材 而且呢 他先把结材算准了 他才给你开结呢 明白了吗 他先知道自己 兜里面多少子弹 多少炮弹 多少个导弹 原子弹 他才给你开结呢 他没有毕生把握 他不会给你挑结的 知道吧 如果你自己没有结材 你贸然开结 你贸然开结 最后怎么样 失败了 你最后被炸死了 你说的那个不是围棋啊 好了 这个是刚才周子贺给大家开个玩笑啊 这一课先上到这里 我会贸�看 这些作词 有点真有了 我跟远方说 我跟远方说 你费者